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青山 蚁人的第二部独立电影即将登陆月圈 作为漫威宇宙最小的男人是种怎样的体验呢 今天青山带你回顾蚁人系列的第一部 带你了解一下蚁人的前世今生 30年前,我们的初代蚁人老皮 发现了可以改变原子间相对距离的技术 成功发明了皮姆粒子,创造了蚁人战衣 成为了第一个可以随意变小的男人 怎么感觉这项技能对男人有点不友好呢 钢铁匣的老爸霍阿德施塔克 对这项技术很感兴趣,想要和老皮合作 但是作为站在智慧进入他顶灯的老皮 看不上靠军火发家的施塔克,拒绝了合作 并自己创立了皮姆科技公司 30年后,退休多年的老皮被邀请回自己的公司 现在老皮的公司由他的关门大弟子的掌控 额,头这么亮我们叫他阿亮吧 说起来老皮的退休也是被阿亮逼的 阿亮一直相信皮姆粒子的存在 但是老皮却一直向他隐瞒 作为曾经老皮最宠信的学生 阿亮很不爽,你不告诉我,那我就自己研究 于是把老师赶上台后 阿亮一直在研究皮姆粒子 今天把老师请回来 就是让老师看看自己的成果,请看 新一代的黄蜂战衣将成为最知名的军事武器 如果能够量产 皮姆公司也将成为最赚钱的公司之一 再看 好吧,电箱技术还是个半成品 阿亮现在只能缩小无击物 对于有机生命题,他还无法实现缩小 这是一位美女拦住老皮 呃,这位是老皮的女儿 曾因为母亲的去世跟父亲翻脸 在逼父亲退位时,女儿曾投出关键性的一票 不过自从阿亮开始研究皮姆粒子 为了不让黄蜂战衣量产危害世界 女儿气暗透明做了老皮的卧底 监视阿亮在公司的一举一动 女儿说阿亮的研究就快成功,必须尽快阻止她 所以现在就让我穿上战衣解决她吧 然而老皮就说 蚁人战衣不是给你的 我已经另有人选 谁呢 我 二代蚁人斯科特朗 就叫他阿朗吧 不过此时的阿朗 还是个老婆改嫁 女儿改姓 方本改名 刚刚出狱的无缘游民 刚才那一拳是狱友的出狱婚送仪式 呃,有点小特别啊 阿朗是个劫富济贫的神偷 因为做了一件大案子而想狱圈内外 出狱时他曾经的狱友小黑过来接他 嘿兄弟最近咋样 你女朋友呢 啊,she left me 呃,你父母呢 yeah,我妈妈 and my dad got the party 谁敢逼我惨啊 度过了黑色一分钟后 小黑邀请他重招就业 阿朗当场立下flag 老子今后再也不拖了 那你以后干啥 我可是定期工程硕士学位 纷纷做老板好吗 呃,老板要点啥 然而因为有钱科 即使做个服务员都要被老板辞退 回到家后 小黑又召集了两个兄弟 邀请阿朗干票大的 阿朗又一次拒绝了 转身来到女儿的生日party 却被前妻和他现任的警察老公 拒之门外 心爱的女儿就在面前 儿子也却因为善与费人问题 被拒绝 4000小后 阿朗找到了狱友 同意再干最后一票 这次的目标是一个退休老富方的密室 凭借着自己的专业素养 阿朗打开了密室的大门 终于找到了 啊,好吧,什么也没找到 只看见了一套机车服 阿朗很失望 刀版着贼不走空的原则 阿朗把这套机车服带了回去 然后在编剧和秘密的安排下 阿朗穿上了一套衣服 诶,这还有个按钮诶 诶,我去 变小之后的阿朗 着实被吓得不轻 于是决定把衣服误会远主 刚到案发现场 却不知道谁报了警 背景他直接来了一口 往中诺别 再次进了局司的阿朗 已经新会议了 此时一位自称阿朗律师的人 说要见阿朗 阿朗懵逼了 我哪有律师啊 这不是老皮吗 老皮对阿朗说 小子,你找了我的道了 这一切都是我安排的 你要想从局子出去 最好听我的 你回去考虑一下吧 然后老皮把蚁人战衣送了进来 准确的说是 老皮的蚂蚁 把蚁人战衣送了进来 给他十秒钟时间考虑 阿朗心想 来不及考虑了 先上车再XXX 先出去再说 于是阿朗穿上战衣 骑着灰飞的蚂蚁 逃了出去 阿朗来到了老皮家 显然这一切让他有点不适应 而老皮的女儿也看不上阿朗 阿朗说 老皮的教育三连 果然名不尋传 为了成为女儿心目中的英雄 阿朗心甘情愿的从了老皮 说吧 只要不再让我偷东西 干啥都行 老皮的目的 就是让阿朗穿上银战衣 进入皮姆科技公司 捣毁黄蚁战衣的研究数据 然而在任务之前 需要训练一下 为此 老皮还为战斗战衣 特地研究了两套飞标 能让被击中的物体 放大或缩小 不过前期的训练 好像不太理想了 老皮的女儿再次要求亲自上阵 老爸让我出台吧 不是 让我出马吧 而老皮再次拒绝 女儿生气的出出家门 阿朗对老皮女儿说 你还不明白吗 老皮不宣 你是为了不想让你送死 我只不过是个炮灰而已 他宁愿任务失败 也不愿意失去你这个女儿 二人回来后 老皮把真相告诉了女儿 原来乙人战衣 一共有两套 老皮一套 老皮的媳妇一套 老皮叫蚁人 他媳妇叫黄蜂女 战衣上有一个调节器按钮 按下去会使人进入亚原子状态 就是无形作小再也回不来 而事情还得追溯到秦苏联时期 秦苏联朝美国扔了个洲际导弹 老皮和妻子负责摧毁这颗导弹 由于必须要进入导弹的内部 而老皮的调节器受到了损坏 于是黄蜂女按下了调节器 进入了导弹内部 虽然完成了任务 却再也没回来 老皮对此事一直非常愧疚 不想让女儿重蹈覆辙 女儿却说 既然这个调节器这么可怕 你个瓜皮当时为啥还要涉及它呢 开个玩笑 女儿知道了事情真相之后 也终于和老爸和解 而阿姆也不负众望 对于战衣的使用员越来越熟练 为了练个手 老皮让阿朗先去了复联的新基地 拖点高科技小玩意儿 还碰到了猎鹰 起了点小摩擦 不过阿朗还是干倒了猎鹰 东西到手之后 就要面对最终的boss了 然而人手有点不够 于是阿朗把狱友小黑一会儿叫了过来 小黑我想让你看着东西 你别害怕啊 开啥玩笑 我怕我啥 哎 人呢 人呢 我在这呢 哎呀妈呀 吃了这能剂的小黑节 冷静了下来 开始和大家制定最后的计划 而此时阿朗的研究也终于成功了 现在就等着买家上门 把技术套现了 阿朗等人来到了评普科技公司 一切都在计划中进行 几个人成功搞砸了阿朗的买卖 然而最后阿亮还是发现了他们 愤怒的阿亮穿上了黄蜂战衣 和阿朗打了起来 场面那叫一个火爆 就在难分胜负之时 阿朗按下了战衣的调节器 缩短到了亚岩子状态 进入了黄蜂战衣的内部 摧毁了他 架势打赢了 但是阿朗还在无限缩小 身边的世界也越来越模糊 越来越混沌 此时阿朗灵机一动 拿出了自己的放大飞 放大了自己的调节器 几个一声 回来了 任务圆满完成 前进一家也再次接受了阿朗 影片的最后还放出了两个彩蛋 一个是老皮把当年为妻子 量身定制的升级版战衣 交给了女儿 预示着新一代的黄蜂女即将出现 也就是即将在影院上映的 蚁人2黄蜂女现身了 另一个是 另一个来让蚁人帮忙 去参加美队和钢铁侠的内战 所以蚁人也参演了漫威的另一部电影 美国队长3 所以我们下期就来说一下这部 被称为复联2.5的美队3吧 没看过影院的小伙伴 记得锁定这期视频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